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盛名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名之下 他也曾别血宫廷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诈血与星空 让我们翻开大藏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 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 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节草鲜花遍地愁 龙争虎斗 几时休 抬头五月除 再砍凉堂 进汉州 给你学生一杯唱 我慢慢的说你细细的品 听大语 话说唐朝 这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呢 咱们说到老季福利 老宰相拼心流后 频繁更换 节度使似走马灯 经过一番权衡 德宗最后还是就地取材 任命了宣武行军司马 陆长元为节度使 这宣武行军司马到陆长元 这个节度使到陆长元 已经是换了四五个了 德宗这回可没看错人 这陆长元的确是很有才干的人 可问题是 德宗忽略了一点 就是有才的人呢 他分成两类 有一类呢 是越有才 他越谦虚 有一类呢 是越有才 他越骄傲 当然咱们这说人才 有些庸才呢 没有才他越骄傲 当然咱们这是这么说法 很不幸这陆长元 属于后者 越有才的越骄傲 能耐是有一点的 没问题 但是问题是他太骄傲了 由于陆长元 是才傲物 刻薄寡恩 所以很不得人心 董晋去世之后啊 陆长元呢 刚刚接手军争 还没被正式任命呢 就公开宣称 我告诉大伙啊 军中刚记败坏 为时已久 要是我当了戒毒使 我就用严刑峻法 进行整顿 我这逮两个出来杀了他 这玄武的将士一听 顿时人心晃晃 好家伙 陆长元当了戒毒使 我们就挨宰 那行吗 咱们说陆长元的办法 对不对呢 说实在陆长元 那个想法是对的 但是他如此的口无遮拦 却只能把事搞糟了 不久呢 有人建议陆长元 应该按照各地方阵的惯例 在继任戒毒使之前呢 哎 你先掏掏腰包 是不是啊 整一些钱呢 误啊 犒赏犒赏将士们 这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给大家 是吧 哎 完了之后拿出一些钱呢 财呀 误啊 咱们分一分 你看我当了大官了 不能让兄弟们跟着我 吃炕燕菜呀 咱们得都吃肉啊 对不对 哎 得有这种做法 可不料呢 陆长元呢 却勃然大怒 历声道 怎么回事 我 岂能跟河北那些歌剧军阀一样 用钱去收卖人心 换去节度使精尖呀 不可以 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随后陆长元受益 手下将领 孟书栋 变相降低士兵待遇 如此的种种 终于把这些骄兵汉将 彻底给激怒了 这一年二月份 宣武士族再次发动暴乱 砍杀了陆长元和孟书栋 并且将他们的尸体 剁成了肉块 吞食一尽 监军宦官聚文贞 慌忙向宋州 就是今天河南商求 宋州刺使刘一怀 求援 刘一怀呢 立刻率兵进驻汴州 很快就平定了暴乱 到二月中旬呢 这时候德宗说实在的 已经不想再考虑什么问题了 懒得再思考的德宗 顺水推舟 任命刘一怀为宣武节度使 并且次名叫全亮 同年九月初 刘全亮促 死了 这宣武将士呢 拥立都知兵马史 韩红为留后 你要说宣武这地方 也够 够方人的 来几个节度使 当一年 不是中风 就是老死的 都死 都病死了 是吧 德宗连想都没想 行行行行 几天之后 颁布人民状 你不是韩红吗 想想韩红 你节度使 黄小明来也节度使 都行 都节度使 当然这韩红不是那个红 这是红阳的那个红 短短七年之间 宣武镇呢 连续爆发五次兵变 换了六七任节度使 这不能不让新任节度使 韩红啊 充满着 临身吕箔的感觉 他意识到 要想坐稳节度使宝座 就必须严明军纪 而要想严明军纪 就必须杀一杀 这些骄兵汉将 身上的暴力之气 可是当初的陆长元 不就是因为这件事 掉了脑袋了吗 现在自己还这么干 那不是重蹈陆长元 这覆辙呢 韩红的回答是 这事啊 动手干 你别光动嘴说呀 敲了打鼓的不要 打草惊蛇的不要 是不是 敲敲的进村 打枪的不要 真元十六年春天 公元八百年 经过一发案中调查 韩红锁定了一名 叫刘厄的狼将 据说此人一贯凶暴 历次兵变都冲在最前头 是个典型的叛乱积极分子 此人不输 无以言军计 无以真人心 随后 韩红在营门布置重兵 把刘厄及其党羽 三百多人召集到一块 用八个字 总结了他们的罪状 属欲于乱 自以为攻 随即不由分说 把他们全部给砍杀了 行刑那天 据说军营门口的地面 被鲜血染得一片赤红 其实对于韩红来说 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 刘厄及其手下 确为叛乱积极分子 不重要 重要的是 韩红需要这几百条姓名 来杀鸡竞猴 杀戮立威 事实证明 韩红的目的达到了 从此以后 在韩红担任 宣武节度室 争者二十余年间 他的管辖区域内 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病变 甚至没有一个人 敢在军营当中 大呼小叫 多年来 一直桀骜不训 麻烦不断的宣武镇 总算在韩红的手里面消停了 德宗是如释重负 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 另一个藩镇 却突然掀起了一场 更大的波澜 让德宗陷入了 更深的不安和焦虑当中 按下葫芦起了飘 张义镇 原本呢 是李希列的怀宁镇 又称怀西镇 制所在蔡州 今天河南汝南县 在甄元十四年 公元七百九十八年 正式更名叫张义镇 这块地方呢 在当年的朱藩之乱当中啊 本来就是个重灾区 不但是叛乱朱藩中 最后一个被平定的 而且平定的也极为勉强 其节度使吴绍成呢 就是在多次内讧和兵变当中上台的 朝廷只不过是承认了他 从而呢 弥兵销祸 稀释宁人而已 真元十四年九月 吴绍成悍然出兵 截掠了淮南镇的寿州 今天安徽寿县 还有霍山 今天安徽霍山县 两个地方 斩杀了守将 谢阳并将其方圆五十里 据为己有 还没等朝廷做出反应 真元十五年三月 吴绍成又发兵 攻击隶属于山南东道的唐州 今天河南沁阳县 斩杀监军宦官少顾朝 守将张家豫 掠落百姓呢 是千余人走了 同年八月 陈许之所在许州 今天河南许昌县 陈许节度使 取还 足了死了 吴绍成呢 又趁机纵兵大掠 陈许镇的林颖 今天河南林颖县 还有陈州 今天河南淮阳县 令中原市民呢 是惶惶不可终日 前些年 宣武镇虽然麻烦不断 但呢 都是内乱 并没有波及到 湘林藩镇的辖区 而眼底 吴绍成摆明了 就是想通过武力 来扩张地盘 惊吞湘林藩镇的辖区 其勃勃野心 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李希列 行为也已经构成了 赤裸裸的叛乱了 德宗意识到 上官队为陈许留后 命他呢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遏住 这个吴绍成的兵风 于是乎呢 他派遣将领王令中 率领多少人呢 三千人 然后干什么 去准备呢 对付这个吴绍成 阻击吴绍成 不料呢 这三千人反而中了埋伏 三千个将士呢 全部被俘了 九月吴绍成乘胜禁卫许州 上官税大为惶恐 准备弃城而逃 部将刘昌义 极力劝阻说了 说城中的兵力 足以对付吴绍成 只要我们紧闭城门 不与其交战 过不了几天 其气势必然衰竭 而我们则以意待劳 到时候四级出兵 一定可以破敌 上官税也这算是文言呢 稳住心身了 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但却始终啊 鼓不起御敌的勇气 只好呢 把守城之则 全盘交给了刘昌义 从上官税啊 他这个表现来看 我们不难看得出来 德宗识人用人的水平 如果许州城里 没有这个叫 刘昌义的普通将领 吴绍成就可以兵不血任 拿许州 然后吞并陈旭 进而威胁东都 他而如此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幸的是 许州城还有一个 有勇有谋的将领 刘昌义 吴绍成围着许州 日夜猛攻 可守城将士 在刘昌义的指挥下 顽强的击退了 张义军的一次次进攻 就在双方激战正撼的时候 此人就是陈许督之兵马使 安国宁 因为向来和上官税不睦 就想趁这个机会 投降无少城 不料刘昌义早就对他 多留了一心眼 还没等安国宁发动 刘昌义就设计勤获了他 玄机将其斩首 随后刘昌义知道 安国宁的挥下不重 必定不服 于是把他们召集起来 每人发的梁匹娟 让他马上复原 回老家待着去 这些人是大眼瞪小眼啊 一个个都在心里边 问候刘昌义的祖宗 可是心又不敢发作 只好乖乖的退下军装 放下了武器 背上梁匹娟出城去了 城外就是吴绍成的军营 这帮心怀怨恨的家伙 会不会投奔他们呢 没错 刘昌义早就猜到了 就在刚才发遣散费之前 刘昌义就已经派兵 埋伏在城外了 他对服兵们说 只要看见背上 有背着梁匹娟的 全给我砍了 原来这梁匹娟 不是遣散费 也是催命服务啊 后来发生的事情 毫无悬念 这些人刚走出城去 就被路边的伏兵 相继砍杀 一个也没跑了 刘昌义这么做 狠不狠 狠 太不顾人权了 但人权这个概念 是咱们现在的概念 可是那个年头 你不对别人狠 就是对自己狠 所以刘昌义也是没得选 解决了内鬼 刘昌义就可以全力 对付吴绍成了 数日之后刘昌义发现 张义军士气已衰 便招募了一千名赶死队员 深夜出城 发动突袭 终于打破张义军 吴绍成攻不下许州 只好转攻西华 今天河南西华县 却被当地守将 孟元阳击退 得知吴绍成 兵风受挫的消息之后 德宗连忙下诏 消除了他的所有官决 同时命附近各岛 共同出兵 合力围教吴绍成 各藩镇奉诏出兵之后 一开始 也打了几场胜仗 可是诸道联军 有一个致命弱点 那就是各有各的小算盘 谁不听谁 每个藩镇都想尽量的 多捞地盘 可是又都想保存实力 所以结果就是 各自为战进退无拒 各位朋友 多想三大战役的时候 国民党军队 12月下旬 吴绍成抓住对手的弱点 在小阴水 就是今天河南衍城县北 打破诸道联军 各军的武器资重 物资粮草 全部丢弃 悉数落进了吴绍成的手里 拜报传回长安德宗 大惊失色 赶紧和大臣们商议 准备物色一招逃使 作为诸道联军的统帅 协同攻防 统一指挥 以免因为各自为战的 让吴绍成捡了便宜 甄元16年正月 横迹 易定 陈旭 和阳四镇 再度联兵进攻吴绍成 却全部被其击败 只好一一退回本阵 不马上任命一个统帅 这仗是没法打的 二月份 德宗在诸藩当中 选来选去 最后终于选择了 下随节度使 韩全一 这个人呢 出自神策军 是当权宦官 神策中尉 窦文长的亲戚 窦文长呢 向德宗利剑 说只要韩全一出马 必可将吴绍成手道擒来 德宗大喜 随即任命 韩全一为昭套使 命河南河北 十七道兵马 全部授其一体戒指 说韩全一 真的像窦文长 吹得那么厉害吗 当初霍先明 推荐那个神勇之将 刘牧碰上士兵 作乱 就哎呦一声 身子一倒 让人抬出去了 从此销声匿迹 这回窦文长 推荐什么好货色吗 很遗憾 韩全一同样是草包一个 这家本来 没什么军事才干 既无勇也无谋 其节度使职位 全靠巴结 和贿赂窦窦文长而得 他抵达前线之后 天天开会 可每次开会 都是和几十个监军宦官在营帐里面 高谈阔论 口莫四箭 我们要怎么打 我们应该怎么打 我们怎么打才可以 这个我们应该这么打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那么打 我们要迂回过去 看上去气氛相当的热烈 可是战略决策 从来出不来半个 当时已经如夏季了 官军的驻地是潮湿 非常的闷热 军中的瘟疫开始流行 可身为统帅的韩全一 却根本不懂得抚恤士族 于是人心离散 士气极度低落 德宗李阔 瞪了一双火眼金睛 找了俩岳 哎 居然挑上这么样的货色 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这一年五月 韩全一率领 诸道联军 吴绍成的部将 吴秀 吴绍阳 在阴水 就是今天河南 向城县西北方 南面平原呢 展开了会战 联军将士 斗志全无 危急接战 四散溃逃 吴秀等人趁势眼杀 韩全一慌忙率部 退保五楼 今天河南上菜县东北 七月份叛军乘胜追击 在五楼再败朝队联军 韩全一趁着夜色顿逃 退守阴水城 今天河南伤水县 到了九月份 吴绍成亲自率领部队 进底阴水城下 韩全一窃战 又率各军呢 退到了陈州 就是今天的这个 河南淮阳县 韩全一受战接败 各藩镇将帅 对他是彻底丧失的信心 随后宣武军和和阳军 不辞而别 也不跟你玩了 也走了 各自率部撤回本阵 其他各阵部队呢 也蒙声去疑 韩全一恼羞成怒 以意识为有 把昭义将领 夏侯仲宣 还有义城将领 石杭 和阳将领 全文杜 河中将领 郭湘四人 赵的大帐 然后全部给占了手了 以此来震慑人心 哎 就在前线节节败退 朝廷束手无策之际 西川节度使维稿 非常及时的 向德宗成仗了一道奏书 给朝廷提出了 应对目前局面的 上中下三策 说陈建议 任命老将魂奸 宰相贾丹为元帅 统领各县军队 战事必有转机 此乃上策 若陛下不愿劳动 元勋老陈 陈元帅本道精锐一万人 下巴霞出惊想 立誓逃灭叛贼 此乃中策 若陛下不愿再战 应让吴绍成主动请罪 然后顺势赦免 此乃下策 若不赦免 一旦吴绍成内部生变 被麾下所杀 陛下只能把节度使经节 再度受益凶手 这是除掉一个吴绍成 又来一个吴绍成 必将后患无穷 在向贾丹一听说 违稿推荐他上前线 心里老大不乐意 赶紧的得动说 把他拉倒拉倒 逆贼吴绍成 肯定也希望得到宽恕 恐怕给他一条生路 才上策呀 此时的德宗 当然不想再打了 十七道兵马然而打的是 丢亏气甲 接接败退 朝廷还有什么脸和理由 再打一下 得了 德宗现在也巴不得 马上休战 罢兵 可是如果吴绍成 不主动请罪 德宗曹那就没有 台阶可下呀 是不是 总不能因为 打不过人家宣布 我打不过你了 我赦免你这不是可笑吗 所以这场战争能不能停 关键呢 就在于吴绍成的态度 还好 这时候吴绍成啊 也悄然打起了退堂鼓了 维稿的奏书 刚刚递的朝廷 吴绍成在朝中眼线 立刻把消息透露给了他 在吴绍成看来 如果德宗采纳了 维稿的上册和中册 那自己的胜算就小了 基本就没了 因为魂间和维稿 都是能争善战的猛将啊 远不是那草包 韩全一所能比拟于万一的 尤其是维稿 这些年来在西南边陲 独当一面 屡屡击败吐蕃人 可谓是战功赫赫 威名远播呀 所以说真要和魂间 或维稿交手的话 那吴绍成还是颇有些胆怯和疑虑的 他觉得自己打不过 他经过再三权衡 吴绍成最后还是决定 要放弃战争 与朝廷握手言和 随后吴绍成通过个人渠道 将一封求和信 和一批财宝 送给了一个监军宦官 请他呢向朝廷转达 罢兵之意 德宗一看信 大习国王就在这年十二月底 下诏 赦免了吴绍成 及其张义将士的罪行 恢复了他们所有的官职和爵位 这一场来势汹汹的叛乱 就这么戛然而止了 在建中年间的朱藩之乱一样 与其说吴绍成的叛乱 是被平定了 还不如说是德宗再次放弃原则了 并且采取了一贯的 霍悉尼政策不了了之了 当然了 严格来讲 德宗这么做 已经不叫放弃原则了 因为很久以来 德宗皇帝和他所代表的帝国政府 在藩阵事务上 还基本上没什么原则可放弃 他们已经没有底线了 没有下线了 也就是说任何原则 第一次被放弃的时候 就可以称之为放弃 当他被放弃多次之后 那就成正常了 那还叫什么放弃呀 那就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 所以说有一些底线 是不能破的 你为一件事破了底线 之后你再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麻烦了 用老百姓的话说 这是不是可以叫破罐的破摔 或者说叫狮子多了不怕咬 债多了不怕仇 是不是 而德宗本人又是如何理解自己这种行为的呢 是坦然承认 这是一种不思进取的政治上的无能 还是自欺其人的 当它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上的成熟呢 对此我们难以断言 但答案更有可能是后者 从事后德宗对待韩权益的态度来看 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 那么德宗在事后又是如何对待韩权益的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